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由新民党主席、香港特区政府行政会议成员、立法会议员叶刘舒怡担任联席主席的海上丝绸之路协会 近日在港举行专题讲座 邀请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海上丝绸之路协会顾问苏格出席并发表演讲 中央及特区政府官员、多个国家驻港总领事、国际及本地商会、商界及学术界代表参加此次活动 外交部驻港富特派员童小林出席并在会上致辞 他指出一带一路的发展在推进一国两制的过程中意义重大 苏格的演讲以全球事业之一带一路为题 从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背景、重要意义到倡议的内涵外延及面临风险 进行了深入浅出的生动阐述 并就社会共同关心的议题与现场嘉宾交换意见 在谈到香港在一带一路中的作用时 他引用踏青龟来马蹄香来形容香港参与一带一路的效果 表示只要参与定能带来良好回报 演讲结束后苏格与叶刘淑仪就香港如何更好把握一带一路机遇 接受了《香港传真的专访》 一带一路唱一个提出 它本身就有着一个全球的视野 有着一个对世界的发展和中国的发展改革开放 都有一个历史的定位 对香港来讲的话我觉得香港也刚好是处在一个历史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关头一个转折点 向前看呢应该说是机遇无限 因为和广袤的祖国的内地要相比呢 香港还具有着内地所不具有的重要的优势 也就是说各行特首原来也讲了 就是香港呢它既具有中国的优势 同时它还具有这一国的优势 它还具有两制的优势 所以在这里面呢 孔大很难讲在哪一个具体领域 但如果我们要审时多事 就是先谋于局后谋于略 看到世界的发展 这是大势所趋 看到世界多极化全球化的背景 下呢世界是这么广茂的地区 极旦发展渴望的发展 香港在这个中间呢 可以有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双重角色 我都觉得本身呢 一带一路 有了这样一个大的一个宏观的一个大的一个倡议计划之后呢 实施是一个不该多少年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当中 这个政策怎么样变成行动 它需要人 香港呢 多少年来 这是一个人节地灵 另外又是藏龙若虎 这么一个地方 它有多少年来 和国际直接接轨的经验 有这么多的英俊人才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给内地的 因为内地现在这个发展呢 它不光是北京上海一个地方 而全州和一带一路 陕西干脆宁下 清海展开宁清 新疆啊 都成了对外发展的了 这个地方呢 要和香港比较起来 我们这具有着更多的对外开放的这个经验和经历 要培养人才 第二个呢 我就觉得是香港呢 是人民币离岸呢 这个人民币的最重要的这个交易地呢 就是最大的金融中心了 在香港本身的话 你是一个国际的金融大都市 所以在一带一路中间呢 你不是说香港本身和一带一路的各个点子做生意 你是通过你自己的优势作为一个平台 作为一个platform 让内地呢 可以通过你的平台 通过这个跳板 和海外的其他地方的连接 你说你起的重要不重要呢 英文就是和pocket point 另外这个本身呢 那香港自己还有着研发呢 高科技啊 还有等等 这方面的优势都是可以 这个向外扩展的 一带一路啊 就像两个翅膀一样 这个海洋呢 因为香港又有得天独厚的这个这样的经历 也有你自己的地缘的这样的一个中的要点位置了 在这个地方 经过一个depot 经过这么一个大的一个中转店 中转站的话 那么你想想香港的作用 那就是举世瞩目的 总而言之我是觉得还是路就在脚下 很难让别人告诉你们 成立于2015年9月的海上丝绸之路协会 以支持国家一带一路策略 并为香港的未来发展寻找新机遇为宗旨 协会成立不到半年时间 以务实推出 包括专题讲座 实地考察 海外实习等一系列活动 并特别成立青年机遇委员会 鼓励香港青年认识一带一路 并协助他们从中寻找发展机遇 香港在一带一路发挥的作用 在人性相通方面是有很大的作用 因为香港的东南亚的华侨很多 我们的企业跟东南亚的关系很密切 在香港推广一带一路 需要多做年轻人的工作 所以我们这个海思协会下个月就带150个大学生到泉州 看这个海思之路的起点 这个文化之旅了解我们的国家 还有我们安排了100个大学生的实习计划 在一带一路国家 包括捷克、加拿大、内地的广西、云南、深圳、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越南去实习 加深他们对一带一路的认识 我们两个年轻人的计划 反正都非常的正面热烈 所以我们想慢慢的推进一带一路 一定得到相当广大的市民的欢迎